现在好多人都要来出访了 双英出访 大PK 大较劲吗 这双英就是马英九跟蔡英文 一个是卸任的元首 一个是现任的元首 双方就这么吵 都在最近都要出国 都要出访 来看是出访较劲 因为有这么浓吗 谁被突袭了呢 蔡英文曾经喊台独 禁忌四个字又是什么 来告诉你 那先来看看是前总统马英九 他的这个启程日 马上咯 3月27号到4月7号之间 他将赴启程到大陆去祭祖 而且不止祭祖 还要准备率领30位的青年学生 到大陆来做学术交流 告诉大家这个动作 也成为两岸分治 74年来首位 踏上了大陆的中华民国的 卸任元首 包含了这些 他所要到的一些行程 包含了中山林 孙中山先生故居 武昌奇艺纪念馆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 那4月1号 湘潭市白石镇祭祖 可以看出来 哇 他走的这些路线 蛮有历史意义的 对不对 而且呢 也包含了盛中追缘祭祖的 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在里头 这些行程的安排 看起来在外界看来 格据异议 那当然呢 马英九有动作 哇 我们的现任总统 蔡英文也有动作 一个去中国 大陆 一个要去出访友邦 过境美国 来看蔡英文 他的行程呢 其实也是在 马英九之后 马上呢 隔两天也要启程了 3月29号 从台湾启程 然后3月30号 过境纽约 然后呢 你看来 过境之后 咻 4月1号 抵达瓜地马拉 然后4月3号 再到我方 我方的友邦贝里斯 最后呢 4月7号 返回台湾 当中间从4月5号 会过境洛杉矶之后 4月7号 返回台湾 跟马英九 同一天回来 差两天出去 同一天回来 一个去美国 一个去大陆 一个是现任总统 一个是卸任的总统 也是呢 首次的 首位踏上大陆的 中华民国的卸任元首 这两方看起来 动作都很大 那背后 当然引发大家的关注 这个举动告诉大家 其实呢 先来看看是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呢 消息一长 他就说 马办呢 其实在农历年前呢 就早就跟对岸 来谈这个访路的行程了 早就在进行了 那蔡总统决定 方面是3月以后的事情 当然是 我们先安排 那把马办事前 也无从得知 蔡总统去出访的规划 所以是刚好 撞起的意思了 而马英九是 清明节要去祭祖 不在这个时间去 请问 那要什么时候去呢 所以所谓的阴谋论 大家就可以不用再战了 好不好 那当然呢 另外来看本站 不可能我二弟天下无敌 他就说提问咯 哦他提什么问 来看看 他说啊 现任的政府元首 蔡英文赖清德 去访美的时候随乎 哎哎哎 有没有全程带枪 有没有 到底有没有 这是一个大灾问 那当然呢 另外呢 前AIT理事主席 博瑞哲则说 他说蔡英文总统府 接见了博瑞哲 原定是公开的刑场 但最后其实 这个没有出现在 总统府的官网 哎 为什么这么的低调 好 这么的静悄悄 是不是不宜公开呢 实际敏感呢 好 不过当然 另外来看的是呢 这个立委赖世保也说了 蔡英文是最早去大陆的 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哦 他代表台湾跟大陆 去谈WTO 那个时候 人家怎么称呼他啊 是2000年蔡英文 当陆委会主委时 曾经说台湾的未来 选项只有一个叫做 一个中国 蔡英文亲口讲的哦 又是绿呢 你不能搞双标啊 另外呢 前立委郭正亮泽说呢 蔡英文去美国 很难想象 他会讲出中华民国 估计啊 从头到尾就是讲台湾了 那马英九则是去演出 中华民国在大陆 真正挑战是在台湾的 可能的总统候选人 到底要怎么去做评论 好 一个去美国 一个去中国大陆 不要以为可以闪掉这一局了 因为媒体的激荡效果 一定相当相当的大 那当然呢 同步呢 也来关心了 现在呢 蓝绿两党呢 也都有这个 对于这两次的出访 也都有很多的分析 先带你一起来听 基本上都是 我觉得总的都是在证明 中华民国在大陆 对 这大家都知道 对 那蔡英文 等于是对比 蔡英文的中华民国 只在台湾嘛 就是基本上 对民进党来讲 中华民国是断代史 就是1945年之前 那一段他不认 那马英九就刻意 要把他接起来这样 那 就历史而言 这个是没什么不对啦 因为 好像南京总统府他也要去嘛 他也要去 对啦 我都看了 那个 我就去看到没什么啦 可是当地的 这个各地的市委书记 都会接待他嘛 是啊 那也会讲一些话 那就看他的演出吧 像蔡英文也一样 因为蔡英文去美国 我很难想象他会讲出中华民国 那中华民国台湾呢 不会讲 就是台湾 对 我估计他从头到尾都是讲台湾 那马英九呢 在这边演出中华民国在大陆 你不觉得好像是两个不搭嘎的人吗 平行时空 对明明就是中华民国 那结果呢 结果一边演出台湾 那一边演出再大陆 那这很错乱欸 这很错乱欸 我跟你讲 不会啦 他们两个不会错乱 那个真正的挑战是 在台湾的可能的总统候选人 怎么去做评论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